写心得是一种福德的布施 心得写出来 龙天护法 功德无量 红法出去 法布施 佛友看了后 增加佛友的正能量 因此 你也有功德 其实 这是法布施的 一种大功德 断除烦恼 才能解脱 在人间 很多时候 想想自己很苦 但是你想一下 有些人 不知道比你还要苦 多少倍 他们没有闻到佛法 这样 你会生出慈悲心 你会放下 自己的烦恼 这也是被称作为 自我解脱的一种 人间的对错 只是你对自己 有没有好处的 一种考量 所以不要让别人 对你的无私奉献 来成全你的自私 很多人 有利益的事情就做 没利益的事情不做 每天活在 自我欺骗的人格当中 杂念专门 跟你搞 看你境界高不高 修得干净 自己好 修不干净 增烦恼 人不能总是找理由 找理由 就是执着的一种 执着了 就会生出业障 今生能闻到佛法 就是你的福气 这是进入了 身闻道 原来了 要觉悟 你才能 找到佛道 这就叫 原觉道 烦恼来了 一定有办法根治 有个人 打苦工打了二十年 最后 被人家开除了 他很难过 很痛心 但是就在这时候 他闻到了佛法 他知道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结果三个月不到 他找到了工作 比原来工作 不知好多少倍 工资也比原来的高 他逢人就说 这就是 文法后的福气 其实 这就是 进入人间 生闻道 烦恼 即菩提 你如果没有烦恼 你想不到 要去求佛 拜佛 学佛 要牢记 师父那句话 过去 何必思量 现在 不必紧张 念佛 自然安详 菩萨 菩萨在心中 烦恼 一切空 心中经常想 观世音菩萨 闻生救苦 我是善人 我是善人在学佛 菩萨一定会救我 我要用慈悲心 行佛道 看破放下 境界高 你就会进入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境界 只要你心中 有个清净的道场 菩萨一定会常住在你心中 心中常有清净田 菩萨 菩萨到来 只瞬间 色即空来 烦恼烟 空即色来 只等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